馬上來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潛艦國造的第一艘原型艦 海坤號將在這個禮拜四 就要在高雄舉辦下水儀式了 到時候總統蔡英文 也會親自到場來參與 關於潛艦國造的最新進度 來聽國防部長邱國正的最新說明 黃主光我跟個人有很多接觸 他很認真 但目前為止 我們一切知道潛艦的工作推動 都按照節點在管制 他的表達我予尊重 因為我認為他的工作 他既然能夠這樣講的話 代表很有把握的 我們也樂見其成 目前的進度是 預估要在2025年完成 三艘潛艦國造 這個進度這個目標 但是國防部的預算 目前都還沒編列 真的做得出來嗎 來聽朝野立委的最新說法 我們希望國防部能夠造出 搶的潛艦 但是必須依照法定程序來 相關的預算請送到立法院來 是否能夠在2025年來完成 可能需要做評估 第一個台灣的這個船艦的 這個造船的這個工作跟能量裡面 有沒有可能一次能夠就處理到兩艘 因為三艘嘛 三艘才是一個艦隊的部分 那我覺得說必須要重新來考量 不過我們很希望說能夠 如果有這樣子的能量的話 那未來的這個預算能夠到位 我相信以這個蔡英文總統 她的這個堅持跟決心 應該是做得到 可以聽到朝野立委都表示 前進國造目前都是按照 其成來進行 也期望可以如期完成 增強台灣的國防自主實力 因為它是不斷製造的 你不是由你對 我們可以 reduce